嗨!大家好,我是海文! 今天呢,是我們國二的格宿露營 因為我覺得很有經驗價值,所以決定把它拍下來 也順便讓大家知道格宿露營大概是什麼樣子 但是有些活動不方便拍攝,所以素材就沒有很多 這影片基本上都會以旁白的方式來介紹喔 一開始我們準備搭遊覽車出發去小叮噹科學園區 這邊的姊姊在講述到那邊要做事 還有說教官很兇的 那時候超害怕的 每班都會排一整排 教官就在前面帶著我們走 而且當教官倒數321 大家都要馬上跑到最前面 真的超煩 這時候是開幕典禮 教官在教一些小動作跟宣導事情 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們有四個中隊 每個中隊都有三個班級 我們是第二中隊喔 講著講著就到中午了 每個人都有一盒便當家養樂多 快騎車 快騎車 國騎家 國騎家 太海我沒有吃完 啊 我可以吃完 我可以吃完 看那個教官很兇 國小不是有拍一個畢業旅行 然後那個國小根本就不是教官 那是道理 真正的教官 真正的教官 超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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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團隊活動 一個班級要手牽手繞圈 以最快的速度把呼拉圈傳給每個人再傳回來 傳完的時候要唱一首耳歌 全班要站在毯子上面想辦法把毯子翻到另一面 體驗魔術蛇 觸感很特殊 不關懷也不會黏 我不會形容啦 有機會可以自己摸摸看 把這些無聊的活動混過去後 遇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橋段 每個中隊竟然在互相嗆聲啊 主持人 請自動先 請自動先 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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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還沒拍手 拍手 各位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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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挑戰 你的挑戰 我講 我試想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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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講 我oll言 我認識的是 你居心 我贏分 我决定 我要加入 自尊会 我讲中队现在 我跟你们说 这两天 我们第二中队 是最强的 先进到了班晚 要来吃晚餐了 但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食物都是我们自己来煮 班主学习怎么分工合作处理这些食材 我就是野锤 我根本就没有帮到什么忙 我就是负责拍跟吃而已 你要用一个像男友视角那样 我们先跳 来下主导委员 对 开始 主导好 我们是 一小两小三小星 二终二终活最新 二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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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一千万 进入到期待又精彩的 一些 混合晚会 虽然说跟国小碧里的晚会没什么差别 但整体气氛还是不太一样 欢迎有五分的同学带来的精彩表演 就說這首歌大家耳熟能詳吧 哎呦 目前又有老師出場了 而且老師是站在前面一起跳 一起大聲唱 實際上你的眼睛仔細的迴響 在進入大洋國中的一年多日子以來 所有的師長陪伴著你 還有這麼多的同學陪伴著你 相聚在一起是一種緣分 這是不會再有第二次的機會 聽到說我們已經來這所國中一年多了 忽然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去年才剛來到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一年前的我還很擔心自己無法適應 沒辦法交到朋友 我現在覺得這個學校很不錯 希望這一切能一直都很美好 很快樂 在兩年之後要畢業了 聽起來還很久 但很快就會到了 所以珍惜一下現在所擁有的事物吧 我許的願望是 希望身邊的人能夠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然後我自己也要每天都開開心心的 有人很怕暗 就還揮握著手 Ju-me 很明顯 你要去洗澡了 然後女生只能洗四分鐘 然後不能洗頭 YES YES 剪絲頭啦 講一下睡帳篷的感想好了 沒用睡在直接躺真的超硬 朋友還一直急我 很難睡 根本睡不好 而且早上還很冷 到了第二天 我們很早就起來吃早餐 然後上童軍技能的教育課 最後有大考驗比賽 然後上童軍技能的教育課 然後上童軍技能的教育課 然後到童軍技能的教育課 跳到童軍位置 進行 搭上童軍機能的教育課 搭上童軍隊的教育課 十幾個人的教育課 要一起把內臟跟外臟打好 真的是手忙腳亂 睡袋 要在30秒内把睡袋折好 包头巾手巾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帮对方包头巾跟手巾 顺带一提我是包手巾的 看起来很认真 但是我没有包好 统菌绳 完成纸巾的绳结 最后给大家看我们从第一天一开始就在跳洗脑舞 最后呢我还有话想要说关于这四个缩影的史 最后呢我还有话想要说关于这四个缩影的史 一开始就觉得为什么每个行程都要这么赶 然后还要花快两千块钱在这边受苦 要被骂要被吵真的蛮累的 但同时也觉得蛮好玩的 这边总结格作业就是都会有教官带着你喊口号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中队加分 有荣耀与成就感 还有学习童菌技能 不管你是再怎么会脱反应再怎么慢的人呢 你去那边反应绝对都会变很快相信我 因为我就是这样好不好 它会让你发现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学到很多的东西 像是搭帐篷啊洗澡之类的 这真的都要自己体验过才会懂 那要说是快乐还是痛苦的回忆呢 我觉得应该都是吧 大家都很棒也很团结 让我感受到一种团体精神 因为这短短两天内呢 最重要的就是团队了 然后我到现在还是忘不了这个东西 你说 你说 主意 主意 YES SIR 哈哈哈